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张开双臂看着边沟里面 就是有这么大这么粗的树枝 混杂落叶和淤泥阻碍水流 而且不止一处 短短20公尺里面大概就有三处地点都是这样 部分路段水沟里面也长出草来 这里是七鲁区东兴街 通往福基煤矿路上的两旁边沟 不知道是因为地震震落还是有其他原因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发现边沟里面 竟然堆积手臂粗的树枝 混杂落叶和淤泥阻碍水沟水流 张耿辉要求市政府相关主管单位 应该尽快清除干净 不然紧接来的梅雨季 恐怕将会造成积淹水的情况发生 此路段是我们长青里的 算是通往我们福基的一个道路 刚才我们发现到道路 水沟上积满了比我们手备还粗的一些树木 那也很多的杂草 包含我们宜机的污泥容易阻塞水沟的创通 那梅雨季节接着又要来的 我想呼应我们市政府相关单位 该随着谴责要赶快处理 尤其这只是冰山一角 我们所有的产业道路也是一样 有经过最近的不管是地震震下来的土石 有阻害到水沟的话 我们真的相关单位 要主动的去行事 然后来处理 以免我们接着梅雨季节来到豪大雨的话 容易造成一些水沟村上的阻塞 然后并且会影响到我们整个道路的行走的安全 被树枝堆积的边沟刚好是上坡转弯处 下方就是密集的住宅区 张耿辉担心万一没雨季大雨一来 边沟水流受阻无法顺着水沟排出 而是溢出沿着道路路面往下冲刷 就会影响道路交通 以及下方住宅区的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